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常住法师, 南无阿弥陀佛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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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仍然就中风俗地, 跟大家简单地谈谈。 古德说, 静中功夫十分, 洞中功夫才一分, 洞中功夫十分, 梦中功夫才一分。 如果梦中做得了主, 临终的时候也就能做得了主。 对于中风的内容, 很多同修私底下送练的时候, 可能都已经滚瓜烂熟, 但那是在静中, 一旦到了洞中, 往往只剩下几层的实力而已。 那是自然的。 若有心深化尽敬, 就必须多吻熏悉。 尤其是修行更是如此。 所以,在孔子学说的代表, 论语。 第一篇, 《学儿篇》的第一句就说, 《学儿时席之, 不亦悦乎》。 佛门有谷至今, 更是一项注重多吻熏悉。 闽南语有一句话说, 三日无流,八正秋。 意思是, 只要几天没有复习, 自然就会淡忘。 尤其,随着年龄的增长, 脑力、记忆力都会退化。 思维敏锐度也会退化。 因此, 多吻熏悉一家显得非常重要。 除了多吻熏悉之外, 还要能够耐缓耐苦。 早年, 台湾佛教界高僧廣清老和尚, 曾经训练寺里面一位担任重要职事的弟子。 怎样训练呢? 寺里有工程要进行, 还要举办法会。 忙完了一天, 已经非常晚了, 身心可说疲累不堪, 巴不得马上躺在船铺上, 好好休息。 偏偏, 这时候, 广亲老和尚, 要他做看起来不是很重要, 也不是很需要的事。 什么事呢? 老和尚竟然把一大盒, 原来已经分好类的铁钉, 全部都搞混, 然后叫这个弟子, 把这盒铁钉重新按大小尺寸减好。 这个徒弟心里想, 哎,老和尚怎么这么捉弄人呢? 我都忙了一天了, 您怎么偏偏选这时候叫我来捡铁钉呢? 根本是在找麻烦嘛。 广亲老和尚却板起门孔说, 如果连这一关都过不去的话, 如何面对生死观呢? 所以, 它是很有意义的。 真的疲累不堪, 还要来做这个似乎是无畏的事。 这就是训练, 训练自己的耐缓、耐苦。 这方面如果过得了观, 临终的时候就往往比较不会有障碍。 当然, 这是从自立的角度来讲。 我们他立法门自有弥陀的加持。 但是, 一个人的心性, 如果过于不耐缓, 耐苦, 忍力差, 生活中往往就会在待人处事之际, 自生障碍。 中风俗地的内容, 大部分是写取自佛陀所说, 记录于经典上的, 有些则是古圣先贤的格言加剧。 我本身非常喜好, 内容确实很好。 当然, 里面有一些内容是重复的, 那是反复叮咛。 因为这方面比较重要, 也往往是修行人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。 虽然俗地是在世间与人互动的处事为人之道, 但对我们的心性与修行也是非常的重要。 可以说是我们性命的镜子, 性命的道路。 一般的镜子, 可以造出我们身上的美丑, 净会。 而这一面俗地的镜子, 则是造出我们的心念,性情, 人格的美丑,净会。 给我们遵循的道路与修正的方向。 所以, 大家应该将它牢记心中, 而且要思维它, 咀嚼出它的味道来。 进而在人世静云中, 持续地去历练。 有一句话,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, 就是, 融为骨髓, 化成个性。 我们学艺骨髓的滋养, 靠的是日常三餐的饮食。 而个性的滋养, 靠的则是所受的教育。 我们是佛弟子, 就是要把佛陀的金言玉语, 作为我们的教育, 作为我们的生命, 融成我们的骨髓, 化成我们的个性。 不过, 将文句背下来, 并且含勇其意, 仍然只是第六意识的范畴。 如果能进而思维它, 并且借环境来历练, 就能够化为我们的个性, 成为我们的生命, 也就能够进入第七意识, 改变第八识。 我们所受的教育, 所看的经论, 所听来的法, 其实都还是在全程的第六意识范围。 所谓社生相畏处法, 眼耳鼻舌生意。 我们读经, 思索经文含义, 甚至寻章摘据, 思考如何上台演讲。 这一些都是知识的范围, 只能改变学问的结构, 也少许会改变精神、相貌, 但是还无力改变我们深层的性格与业力果报。 为什么? 因为我们一出生, 就定下了性格与命运。 所以说八岁定终生, 也有人说三岁定终生, 意思是说, 从他小时候的个性行为, 就可以判定他将来的命运走向了。 不过, 一个人呱呱跺跺地的那个时刻, 其实就定了终生。 所谓一饮一酌, 无非全定。 定, 由谁来定? 是我们自己定的。 我们都是带着累生累劫的夜席, 经由因缘和合而投生在此时此地。 这一些夜席在哪里? 以佛法的名像来说, 就是藏式, 也就是第八式。 藏式里面的东西是静态的, 可是它有随着静怨而发动的功能。 那个功能就是第七式。 我们今生今世所受的教育, 是属于第六意识的范围。 对于第七式的我执, 第八式的业力, 并没有影响到。 要影响改变它, 那是修行的范围, 不只是求之而已。 因此, 我们要时刻反观自行, 观心自照。 所谓学问入观, 戒净练心, 不然就有可能学问欲深, 反而业障欲重。 为什么? 因为凡夫都有贪、 撑、吃、慢、疑、邪见。 当学问欲好, 尤其能够登台、 讲经说法, 滔滔不嘴, 便宅无碍的时候, 无形中, 就掌养了自己的高万之心。 你看, 我懂这么多, 你们都在底下听我讲, 你们都不懂。 但是, 这一些也是第六意识的范围。 可是, 往往有形无形, 有意义无意, 会有这种高万的念头。 这样岂不是福报没有增长, 业障反而加多了。 这个就是把学佛当作佛学、 哲学来研究, 而没有体会到, 固然是我们讲给人家听, 但这是大家给我学习历练的机会。 这是我的福报, 我应该感谢对方。 所以, 如果期望将已知学问, 转化成为内在生命, 改变我们的深层个性, 进而改变自己的业力, 就必须时常反观自行, 不断地观心自照。 以通图法门来讲, 这方法就是观心, 时刻观照内心。 自己的起心动念, 是好或是不好, 都要清清楚楚。 能够观心的话, 不好的念头, 当下自然就会退离。 好像黑暗的房屋, 电灯打开, 黑暗就消失了。 如果电灯能时刻保持光明, 黑暗就永远不会进来。 这就是所谓的勤修戒定会, 熄灭贪嗔痴。 当然, 这是自立的范畴。 由于我们达不到, 所以自财行贿, 自觉是罪恶生死的凡夫, 唯有投靠弥陀的救度, 否则无有处理之缘。 但也不能因为我们是投靠弥陀的救度, 就可以不做这方面的事工。 还是要随我们自己的能力, 随力随缘尽量去做才可以。 一方面, 一方面, 善尽修行人的本分。 一方面, 也借知认清自己的状况。 以知强化基法深信。 这是一个净土行人所不可忽略的过程。 所以, 如果自己职位高, 学问高, 时常受人赞叹, 就要更加小心。 因为, 这往往是在消我们的福报, 在增加我们的罪业。 为什么? 因为, 我们如果以一种理所当然的心态承受战欲, 乃至沾沾自喜的时候, 罪业就会增加, 福报就会露光。 唐朝时代, 有一位国师, 就是因为一时的交半、自满, 而曾经受到业障的侵袭。 他就是大家所熟悉的, 慈世高僧, 悟达国师。 悟达国师, 在儿童时期, 就已经有不凡的展现, 被称为神童。 怎样的神童呢? 他在小孩的时候, 就曾触景生情, 而吟下一首诗。 花开满树红, 花落万之空, 唯雨亦躲在, 明日定随风。 这段文字很优美, 意境也很好, 而且又明确, 浅白地显示出佛家无常的道理。 花开满树红, 春天时花园的花都开放了, 万子千红。 可是, 时间总会过去, 好景不能长久。 就怎么了? 花落万之空。 唯雨一朵在, 虽然还剩下一朵没有掉落, 可是, 不会长久的, 明日定随风。 像这样的无常观, 误打国师小的时候, 就已经感受到了。 可是, 一般人即使到老, 也没感受到无常。 可见, 误打国师不愧死师以来, 都能成为高僧。 误打国师年轻的时候, 有一次出外行脚, 入京一座寺院挂单。 隔壁疗房中, 有另外一个来挂单的僧人。 全身生仓, 臭慧蓝纹。 他忍必知, 唯恐不及。 当时的误打国师很有爱心, 主动照顾那个生病的出家人, 为他清理排泄物, 帮他送来食物、 汤药等等。 过了一阵子, 那个生病的出家人, 病情就渐渐好转, 恢复健康了。 后来, 他们两个都要离开的时候, 那个受到误打国师照顾的出家人, 很感激地对误打国师说, 我叫加诺加, 你以后如有难解之事, 可以到某某山来找我。 那个山上有两棵很高大的松树, 越过那个山头就可以找到我了。 于是两个人就分手, 各自云友去了。 误打国师后来因为德行高深, 唐仪宗封他为国师, 对他尊崇有加。 误打国师因而生起一段交万心。 但也从这时候开始, 误打国师的膝盖上, 突然长出一个人面仓来。 眉目、口齿俱备。 更可怖的是, 这仓需要饮喂食。 每次用饮食喂他, 他都能像人一样开口吞淡。 便请各地名医医治, 都束手无策。 这时候, 误打国师想起了年轻的时候 所遇到的那位僧人所说的话。 于是, 他就辞别了皇帝, 自己上山去寻找那位僧人所住的地方。 误打国师走了很远的路, 终于找到那个长着两棵大松树的山头。 他越过那个山头, 看到了一座小庙。 进到庙里, 果然看到几十年前自己曾帮助的那位僧人。 他对误打国师说, 我知道你会来。 三腰的地方有一潭泉水。 你现在到那里, 用泉水洗你膝盖上的汤。 这样病就会好了。 这样病就会好了。 。 误打国师就依指示到三腰的泉水旁, 准备用双手掏水来洗膝盖上的汤。 就在这个时候, 那个人面昌竟然开口说话了。 且慢, 我有话要说。 你是个学问渊博的高僧, 应该听过汉朝七国之乱时, 元昂奏请汉景帝展朝措的故事。 你就是当年的元昂。 而我就是被你害死的朝措。 我在你身边跟了十辈子。 因为你十辈子以来, 都是持戒经验的高僧。 行为操守纯正, 修行也很精进。 我都找不到机会向你下手。 直到你被封为国师, 心起加万, 我才有机会报仇。 今天, 蒙受加诺加尊者, 慈悲化解我们的恩怨。 所以, 我也就此罢手了。 护达国师, 护达国师, 时事以来都身为高僧。 只不过一恋沾沾自喜, 无报响尽, 致使冤家有机可乘。 业障就陷钱。 一位修行时事的高僧尚且如此。 何况, 像我们这样的卑贱愚痴, 哪有自教自满的资格呢? 而且, 修行忍欲是随问高僧, 应是为忍欲加谦卑。 所谓随问生时意气平。 饱满的倒碎, 头是低垂的。 六经之首的《易经》就说, 千受益, 满糟损。 总之, 只要心存谦卑, 谦虚, 谦柔, 谦和, 谦下, 谦让, 都是可以增长我们的福报的。 《新经》说, 色即是空。 我们的身心都是空。 不止山河大地, 身裸万象是空。 宇宙星辰也是空。 在空中, 没有所谓的历衰, 匪育, 撑击苦乐。 因此, 我们要一加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。 如果心中起了情绪, 起了不平不满, 比较计较愤恨的心情, 自己就要立刻观照。 一旦有观照的心, 当下就会心平气和, 就会回到正知、正见、正念。 。 所以, 修行不只是学问的事情, 也就是说, 学佛不只是佛理的事情, 不只是佛教哲学的事情, 而是要关心, 深入自己的第七世, 改变自己第八世的业障果报。 刚才所讲的, 静中功夫十分, 动中功夫才一分。 动中功夫十分, 静中功夫才一分。 所以我们要时刻关心。 这样讲, 是不是不用练佛了? 不是的。 当然, 仍是要以练佛为主。 只是说, 当我们起心动念了, 乃至情绪、脾气、 怀恼来了, 就要立刻观照。 这是针对当下的起心动念, 来自我调制的。 至于平常, 当然仍是练佛为主。 另外, 修行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呢? 要从不忘语开始。 不忘语就是不随便讲话。 不仅不讲骗人的话, 也不讲两舌、恶口、妄言、奇语。 这个非常重要。 我们团体之中, 不管出家也好, 在家也好, 都是女众居多。 俗话说, 女众往往往是鸡肠鸟肚。 而且, 长舌妇也好, 三姑六婆也好, 都是在说女众。 可见, 女众口业非常严重。 有时, 一句话可以交代的, 却讲两句、三句, 甚至讲闲话。 一讲, 就是好几十分钟, 甚至半个钟头, 一个钟头以上。 情绪来了, 向人诉苦。 一说, 就是几十分钟, 甚至几个钟头。 真的不愧是长舌妇啊。 原语往往是是非的来源。 所以中风里面, 对语言的提示就比较多一些。 比如, 不说、不听、不传、不叫。 相应于在佛陀所定的五戒十善当中, 针对口业而定的范围也是最多的。 所以, 我们要不说是非, 也不要诉苦。 因为口业最容易犯罪、犯过, 也最容易消损自己的福报, 增加自己的罪障。 我们既是身为修行人, 应该以佛法作为自己起心动念的准则。 而不应该还像没有学佛前一样, 把以前的脾气、个性带到佛门来。 要知道, 自己的三千环脑丝都已经剃掉了。 所穿的是可让三界众生供养的福田衣。 所以, 务必要常自省。 我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, 使个性动不动就起情绪, 动不动就要发牢骚, 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一样。 如果这样的话, 连修行人都称不上了, 更何况是出家人呢? 所以, 没事不要讲话。 半句话都已经闲多了, 何况讲那么多, 讲那么久。 凡是跟自己无关的事情, 也一概不须知道。 如果知道了, 当然不可以讲出去。 想想看, 讲出去是为了什么? 有什么意义? 讲来讲去都会变成似灰。 所谓一人传虚, 百人传实。 好事不出门, 坏事传千里。 所以, 修行从不忘语开始。 对于似灰, 尽量不看, 不听, 不说, 不传。 即使闲话也不要讲, 要习话如今, 守口如瓶。 在佛陀的时代, 僧众和合共诸所做的只有两件事。 一是圣默然, 也就是打坐修订。 二是法谈, 也就是谈论佛理。 其他世俗的闲聊, 在合合生团之中, 是严格进食的。 因为, 除了佛法, 除了宇宙真理之外, 一切的一切都是空性。 你讲他做什么? 善也是空, 恶也是空, 顺也是空, 逆也是空, 把他讲出去做什么。 往往, 我们会跟旁边的人说, 某某人啊,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, 但是, 您千万不要讲出去。 那个人, 又跟他的知心好友说, 某某人啊,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, 这件事情是某某人告诉我的, 但是, 你千万不要讲出去, 你一个人知道就好。 这个人, 又跟他的另一个知心好友这样讲, 是非, 就这样一直不断流串。 总之, 不相关的事, 即使是同传而脸的丈夫、太太, 都不需要讲的, 更何况是其他的人呢? 。 能守得住口, 就能方便守得住心。 口守不住的话, 表示内心的翻滚太大。 所以, 再次提醒大家, 少讲话, 无谓的话, 半句都嫌多。 善导大师, 善导大师, 往往都是独来独往的。 为什么? 因为有人相伴, 往往容易讲闲话。 但是不讲闲话, 并不表示性格孤僻, 冷冒, 或者显示自己鹤立鸡群, 特立独行。 如果有这样的观念是不正确的, 。 一个人也好, 与大众相处也好, 都应该是和谐的, 彼此有默契的。 当然, 如果是执事, 有关公务, 或某些事情的提示, 丁领, 这不是是非。 我们应该谦卑接受, 所谓闻善则习, 闻过则败。 这样不仅能够增长自己的福德, 也能够消除自己的业障。 别人指出我们的不对, 我们应该谦虚地接受, 乃至是背后的诽谤也要接受。 当然, 有些事情若是应该说清楚的, 应该解释明白的, 都应清楚, 平时地表达。 可是如果然你说清楚, 也无法解释的话, 那就要甘心, 平顺, 安然地来接受。 有一句话说, 天下掉下来的礼物。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, 往往是白白地送给我们。 要去拥有天上掉下来的礼物, 还真不容易。 没有机会是遇不到的。 礼物是什么呢? 就是消除我们的业障, 增加我们的福德, 训练我们安忍一切宁愿。 佛陀说, 别人诽谤我们, 是对我们最大的恩惠。 这种观念确实是颠覆一般人的思维。 人家诽谤我们, 造成我们身心的苦恼。 怎么反而说是恩惠呢? 一般人会因为诽谤, 而造成身心苦恼。 可是, 我们是修行人, 修行人应该以怎样的心态来对待呢? 如果确实有这样的事, 刚好是消我们的业。 如果没有那样的事, 一方面是增加我们的福报, 另一方面是让我们修安忍, 忍入的机缘。 这岂不是很大的恩惠。 曾经有一位学佛的父女, 受了别人的无根之棒。 她听到了, 反而很高兴。 因为, 那时候她儿子正要考试, 她就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她的儿子。 。 如果这位母亲没有学佛的话, 可能就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了。 所以, 修行人, 永远不会怨天有染。 哎呀, 某某人对我这样, 某某人对我不公。 其实, 没有不公的事。 天底下一切都是公平的。 所受的往往都是恰如其分的。 。 预计我们过去世所累积的业因, 今日自然应该受这种果报。 所以说, 闻善则喜, 闻过则拜。 我们往往观察不到自己的过患, 必须要靠别人的提醒。 别人好不容易观察到的, 而且跟我们提醒的。 我们如果接受的话, 岂不是就能够如实地去改进。 因为别人的提示, 让我们有改进的机会, 使我们的品性、道德升华。 这岂不是要感谢对方。 即使是对方误会了, 那也没关系。 在团体当中, 我们是怎样的为人, 四周的人都看得清楚。 所谓日久见人心, 大家都会有公论到。 所以, 应该尽量谦虚, 接受他人的忠言。 在团体当中, 在团体当中, 凡事也要能善解。 善于理解才不会错解、误解, 而产生误会。 与众相处要合群, 要与大众合合。 如果不能合群, 会带给自己苦恼, 也会带给别人苦恼, 更会带给团体动荡不安。 除此之外, 要彼此接纳, 互相包容。 彼此体谅, 互相关怀。 我们这个法门, 是讲弥陀的救度, 也就是讲弥陀对我们的爱, 弥陀对我们的包容。 想想看, 如果弥陀不爱我们, 怎么会救我们呢? 如果弥陀不包容我们, 我们怎么可能被救度呢? 想想看, 我们生生四世, 乃至此生此世。 我们的三叶行为, 过得了阎罗王这一关吗? 阎罗王会包容我们吗? 阎罗王不肯包容我们的, 因果也不肯包容我们的。 只有阿弥陀佛包容我们, 不跟我们计较, 而且还要来救我们。 我们如果体会到, 弥陀的爱有多深, 我们对别人的爱也会有多深。 我们如果体会到, 弥陀对我们的包容有多大, 我们对别人的包容也会有多大。 一个人如果起情绪, 心中不平了, 感觉受委屈了。 这表示两方面不足, 一方面是对积法没有体会, 以为自己是一个闲善没有过失的人, 同时也没有体会到弥陀的爱跟包容。 另一方面是他出随这个法门, 所以感受的深度还不够。 还有, 一个团体里面, 默契非常重要。 团体运作是靠什么? 靠默契。 有了默契的话, 不用讲, 彼此都是互相理解的。 虽然谈不上心心相应, 可是彼此的心都互相了解, 这就是默契。 能够这样的话, 在人群当中就会有人缘, 就会有好缘, 就会获得善缘。 如果在群体当中觉得自己没有人缘, 好像别人都冷落自己, 这样就要检讨自己, 不要去指责或批评别人。 为什么? 这个就是以静为鉴的理论。 眼前静字所显现的都是自己如实的相貌, 不是静字故意产生的。 所以, 反观自行很重要。 同时, 凡事要往正面去想, 不要往负面想。 不管事情怎样都要往正面想, 这样就会带来正面的效应。 如果动不动就往负面想, 即使是正面的, 也会带来负面的效应。 另外, 团体中都会安排各人相应的职位, 所谓各按其位,各司其职, 而分工合作,分成复杂。 所以大家只要安分守己, 尽心尽力, 尽职尽扎, 就能够像一部机器一样, 每个环节都能运作通畅。 不管自己负责哪个层面的工作, 都要尽量发凡为简, 发懒为意, 举重若轻, 轻松以对。 这样自己轻松, 别人也没有压力。 最后, 还是勉励大家, 关于修身养性的好文章, 应该每隔一段时间就复习一下, 所谓多吻熏习。 如果不多吻熏习, 就不可能有所进展, 就难以有所成就。 不断复习, 就好像我们在土地上下了种子。 种子若下了, 要适时去浇水, 将土翻松一下。 好的道理, 我们看了、听了。 当下, 当下, 种子就进入我们阿腊也是的田地当中。 可是, 这田地如果是土太硬, 水分少, 没有养分, 没有肥料, 阳光又不充足, 这棵种子就不能发芽。 时常温习, 复习, 等于我们维持土地的松软, 使其有水分、 氧分、 阳光。 这样, 它才容易发芽, 乃至快速的开花结果。 所以, 有关法译的文章, 要多稳熏喜。 下面所列的, 这些有关修身养性的文章, 也要多稳熏喜。 一, 爱的故事。 这篇故事很短, 但启示很大。 意思就是说, 只有爱才能存在, 没有爱就不能存在。 阿弥陀佛说, 若不生, 者不取正觉。 他如果不具圆满救度死亡众生的爱心跟力量, 就没有阿弥陀佛, 也没有我们的法身会令。 二, 于敬义功, 欲造神迹。 三, 慈悲是化解的唯一方法。 四, 你所给予的都会回到你身上。 五, 自己决定别人看你的眼光。 六, 出家人的自尊。 七, 坦然还而在。 八, 平心静气的妙方。 九, 找好处, 任不适。 十, 讲病。 后面这两篇, 是民国时代, 东北地方, 一位王凤仪, 王善仁所讲的。 以及星云大师所写的, 十一, 如何做一个出家人。 。 还有, 我几次所讲的中风水喜。 这些都可增长我们人格道德的生命。 多吻熏喜, 就会融为骨髓, 化成个性。 好, 今天就谈到这里。 南无阿弥陀佛。 南无阿弥陀佛。 在山轮淺、 互相幸, 呢。 遇见你。 前面。 互相飞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